首届中拉人权援助会已经顺利的立幕了 我想跟我们最初启动这次会议的筹备设定的目标相比 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首先是从会议的参与情况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有来自拉美和加勒比海的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 而且他们参与的阶层也是非常丰富的 有在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也有在政界、在商界、在社会活动领域中间有重大影响的人士 第二个方面这次会议创造了历史 这个创造的历史最重要的就是 以往世界的人权理论、世界的人权发展史主要是由美西方来书写的 对于中国来讲 对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来讲的话 其实缺少书写人权理论和人权发展历史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但是今天的这个原作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开端 它意味着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 大家携手来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 第三个重要的方面 在一天将近十个小时的交流和讨论中间 中国以及拉美和加勒比海与会的人士 大家都惊奇地发现 我们分享人权领域中如此多的共识 这是超出预料的 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 发展权和生存权 是人权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所以在交流的过程中 大家对中国通过发展来促进人权事业 通过发展来确实保障人权的 这样的人权发展道路和人权发展模式 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充分的关注 大家都特别的期待 能够在第二届第三届以后更多届中间 为了这人权的问题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互动交流 将来会推动中国人员拉美国家和加勒比海国家 在人权事业上携手共同区的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